朱阿姨口口声声说 两人有二十多年的情分 可是她的条件 却分明给这个二十多年的情分 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老伴手术在即 朱阿姨着急的不是病情 而是房子和钱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看她的意思 似乎还要求老陈净身出户 这个房子 为什么你要求 它不要有任何的权益 因为 四十九万我买的 二十四万是我个人的 还有借了我妹妹五万 借了我弟弟三万 我父亲打了二万八 借了他女儿三万 借了他亲家一万 我自己修了一万电子 借了我姐姐一万 两个人共同的十万 他也没堆救我 他为了跟我一起生活 这个两个人的十万 他就是好比送给了我 好 明白了 也就是说 你说这个就是所有的这四十多万 全是你个人出资购买的这个房子 我借了四十多万的 这个要调查 全部有十十多 陈先生刚刚是说要调查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房子 全部十过了 他也没有出一封墙 原本我两个的存款是国管国 他有二十多万 我有十八万 抽起来就不够 他就接到这个房子的消息 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问他我们总共多少钱 他就说四十万 四十万就调节 他十万要调 调他就调他姐妹还他父亲 我就调我女儿 调我亲家 调我的老板 共同姐姐的事情买完 买完以后把我原来 这样桥头的一栋卖掉来 顶神载 这个在全部房清 最后还有剩下十多万 通过公共密码 好 房子给他转走 他刚刚二十四万有 已经还给他 这个全部可以调查 银行有账 我的转款都转走 给他毁掉了 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这套房子 你名下的存款 他名下的存款 全部拿起来还不够 借的这个钱呢 是你卖掉了 以前的一套房子 全部房清除 所以你认为 这个房子是 那一套转过来的 明白了 我可以解释 老陈一字一句 说的是顿挫有力 让人感觉 他提出的理由 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如果老陈所言是真 那么朱阿姨 就有很大的嫌疑 可是朱阿姨说了 老陈的理由不成立 因为最关键的 那栋卖掉的房子 也是他的 第一次的 它是我们两个 共同建了一二层 三四层是我个人建的 是我在他弟弟那里 拿的钱建的 他弟弟给我证明了 问题证明 毁他毁了 这套房子卖掉了 其实也是 有一大部分钱是你的 对对对 所以即使卖掉 这个房子还了款 依然是你的份额更多 对对对 没有他一封墙 第一 这套房子 我第一批 把我建设过程 是我委托我弟弟 替我建的 墙是我存在他那里的 他帮我付到房 21万多 22万 后备装修 情况是这样 平常花工资是一支 年中结账就有几万块 大概27万 27万以后 人家边上要加高 不得已跟人家后顾 就没墙 没墙就他有成墙 存在我弟弟那里 忘利息 就通过我弟弟 转四万块 来加两层楼 就付一层悬购 没墙修 一直到卖都空的 这就在沙房 四万块钱 建的两层楼起嘛 好 那最后这套房子卖 多少钱 怎么卖的 七十三万 但是他的人 不顿我卖 就叫他儿子分 本来是要卖更高的价 他是有仪 四万卖给他儿子 这叫卖吗 他儿子要吞 吞掉我的 明白 结果他欠了我的宅 有钱调在我手里 就吞不成就已 卖六十三万 我叫他还债 各位大王主 经过 习委会的调节 买这一套房子 陈先生 你得忧着点知道吗 你身体不好 关于这个房子 建了 卖了 又重新买了 现在你们都认定 这个房子 都是属于自己的 对方一点份额 都没有吗 现在这套房子的 名字 我原来的时候 就是他一定要 我有房子 给他名付 所以我同意 本来是要经过父 过给我这个女儿 公生的女儿 因为他还没到你 所以那个过父的 当事人杨就说 简直过给他 所以他说是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